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5月4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新闻头条先来带您看到台北市大安区卧龙议警中队 昨天晚间举办交接典礼 包括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等人都受邀出席 没想到热闹的现场 竟然是遭到两名男子丢大量的蟑螂 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除了辖区的中山分局警方已经介入侦办之外 警政署也表示必要的时候 将会由刑事警察局全力支援 满地的蟑螂窜头 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3号晚间台北大安区卧龙议警中队的交接典礼 办在中山区一间餐厅 包括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 以及新北市警察局长黄宗言 和双北市多位议员都受邀出席 不料现场突然遭到两名男子 拿着大批蟑螂砸上柜台 然后在上楼梯的时候就发现 楼梯上全部都是蟑螂 然后就上到二楼的接待大厅的时候 就发现遍地全部都是蟑螂 然后有点像是那个密封群集的那样子状况 整个地上全部都是整片的蟑螂 非常的恐怖 餐厅员工看见满地的活蟑螂 企图用脚阻挡 场面混乱又可怕 对此辖区的中山分局警方已经介入侦办 警政署也表示必要时将由刑事警察局权力支援 绝不让犯罪者挑战公权力 接连爆发松山分局黑一人杂电脑事件 和北投赵界又涉毒 一连串之恩事件令外界对于波蟑螂 一事不禁多做联想 内政部长徐国勇晚间在脸书强调 除了立即指示尽速查明原因 并将全面性取缔包括枪毒等不法行为 绝不让不法分子挑战公权力 记者朱峰柱启昌综合报道 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 昨天上午到市议会报告 针对松山中轮派出所黑一人之乱 强调没有施压官说 他也会坚守职份到底 不过砸电脑96秒的 监视器画面公布 外界质疑警方没有以现行犯逮捕黑一人 中轮派出所的 岩信前副所长声称 案发他刚睡醒 被屏风遮蔽了视线 没有看到电脑被砸 所以就先驱离 台北市松山分局黑一人之乱 二号警方公布黑一人闯派出所 砸电脑的96秒关键影像 外界质疑为何警方 没有以现行犯逮捕 前中轮派出所副所长 监敏生上午重回现场 说明案发时他刚睡醒 被屏风遮蔽视线 当下并没看到电脑被砸 直到看到电脑萤幕掉在地上 严敏生询问同仁却无人表示 有看到砸电脑行径 只好就当下处置 先驱离再调派警力返回警戒 内政部长徐国勇坦言 看完影片后 认为警方处置有很大瑕疵 后续将由督察 政风单位依法处理 绝对不会包庇寻思 警政署长陈嘉庆则澄清 要求北市警局长陈嘉昌 交出手机是善意提醒 目前陈嘉昌的手机已交北检侦办 陈嘉昌上午则到台北市议会报告 强调自己绝无包庇护短 案情也移交地检署 全案没有施压官说 原本今年三月 陈嘉昌就可以借零退休 但今年议会提早开议 又发生警纪问题 他表示会坚守纲位直到退休 并强调自己不会被监听 针对近期各界对警纪风波批评 徐国勇认为不须言过其实 和刻意抹黑 记者 新疆龙祥台北报道 华航诺富特群聚事件 昨天再新增了两名本土确诊个案 分别是诺富特饭店的外包工作人员 还有在澳洲确诊的华航印尼级机师的同住家人 累计已经有26例确诊 指挥中心推测 源头应该是外籍机师海外染疫 入台在检疫旅馆隔离所引发的群聚 华航诺富特群聚事件 在新增两名本土确诊个案 分别是防疫旅馆外包工作人员 以及在澳洲确诊的华航印尼级机师的同住家人 指挥中心表示案1145 是本国级40多岁的男性 4月初到4月28号除了休假期间外 都在诺富特饭店工作 28号曾出现咳嗽症状 30号到诊所就医 5月1号安排就医裁检确诊 而案1146近期无出国时 在印尼级机师确诊后 于4月21号就被匡列为居家隔离接触者 并进行裁检为阴性 但他于4月30号出现身体为热流鼻水 喉咙不适等情形 自觉症状轻微未回报 卫生单位考量 其他家人已经确诊 5月2号再次安排裁检确诊 截至目前这一波疫情 已经累计有26名本土确诊个案 指揮中心推测源头 应该是外籍机师海外染疫 入台在检疫旅馆隔离所引发的群聚 因此针对饭店进行地毯式环境裁检 432件环境检验结果全部为阴性 为了让外籍与国籍航空机组员航空公司员工与一般居检者能有效的分流 指揮中心也宣布外籍机组员的防疫旅宿将以一家为原则 国籍航空机组员防疫宿舍则由民航局来规划专责防疫旅宿 占定由诺富特饭店继续负责 另外因印度新冠疫情持续攀升 除了之前公布的本国籍居留证的民众入境后须集中检疫十四天外 指揮中心也在扩大入境的限制 从五月四号起 据十四天印度旅游室非本国籍人士一律暂缓来台 记者我有陈立峰推播 指揮中心昨天也公布案一一三六 四月二十六后到二十八后 这三天他往返住家还有公司的详细疫调足迹 他除了搭乘捷运也转乘公车 另外他也到过乐华夜市 还有加勒福中和店购物 昨天加勒福已经闭店消毒 乐华夜市也将会启动 人潮管制 拉下铁门 加勒福中和店暂停营业 新北市环保局出动消毒车 进行周边环境消毒 因二十七号晚间八点 诺富特饭店确诊的防务部女主管的女儿 按一一三六曾经到店里停留半小时 配合政府相关的防疫措施 下午加勒福进行闭店作业 事到五点左右 我们应该陆续续就可以完成闭店的这一块 今晚会开始进行全面性的消毒 案一一三六就是案一一二九 六十多岁女房务部主管的女儿 指挥中心公布四月二十六号到二十八号 这三天期间往返住家级公司的详细疫调足迹 二十六号一早七点多搭乘五十七号公车 转成北捷从顶溪站到西门站 再转二三五号公车到鲜色公站 晚上近七点再搭蓝二号公车 从永和的中心街口到捷运的西门站 晚上约七点半再到七十二度西 舒肥健康餐用餐 隔天二十七号上午七点四十分左右 搭五号公车转捷运到西门站后 再搭蓝二号公车到捷运鲜色公站 晚上八点左右 曾到佳乐福中和店购物 二十八号上午再搭乘五十七号公车 转乘捷运 再转搭六三七号公车 晚间七点三十七分左右 再搭乘蓝二号公车 转二六二号公车 前往永和大兴街 至于近期网路上传出 他曾到花东旅游 陈时中强调非传染旗 陈时中强调非传染旗 1136足迹呈出现在永和顶溪捷运站 及乐华夜市旁的餐厅 不仅乐华夜市的自治会 将启动人潮管制 控制人数在千人以下 而附近的永平国小 上午宣布五月八号的校庆取消 下午五点后进行消毒作业 即日起暂停开放社区民众进入校园 而另一名同住家人 饭店女主管的儿子 按1134的疫调足迹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上午接受媒体访问时 脱口说出在星光大楼上班 北市卫生局表示 五月二号已进行周边的环境消毒 新兴客运 北街及台铁军表示 各班车每天出车前 都会不定时的消毒 也会要求乘客戴口罩 记者黄六位张国良 吴家宝 宪正林 综合报道 气象资讯来看到 今天还是一样温暖 各地早晚也不会很冷 地温大约是在22到23度 白天高温在东半部地区 大约是28度左右 西半部则是可以来到 30到33度 天气部分 东半部还有金门马祖地区 会有局部的短阵雨 其他地方都是多云稻晴 中午过后在山区 会有阵雨的天气形态 明天要注意会有封面影响 中部以北 东半部 南部山区 还有金门马祖 会有局部短阵震雨 或是雷雨的情形 其他地方和澎湖 则是多云的天气 不过这一波封面 还不是典型的梅雨封面 带来的雨水量也不大 真正的梅雨 可能要等到5月底 或是6月初的时候 所以观众朋友 还是要持续节约用水 接着我们来看空气品质方面 今天宜花冬 空瓶指标是良好等级 西半部地区 包括外岛都是普通等级 其中在金门 还有马祖的局部地区 要注意容易会有物影响 到能见度 明天因为降雨 洗除污染物 各地空气品质状况 也会不错 今天天气看完了 要继续带您看到的 就是因应早交公投 行政院昨天 召开了行政立法协调汇报 提出的三接合工业港 外推455公尺方案 获得了民进党 立院党团同源的同意 行政院表示 工气时程会延后两年半 增加一百五十亿元的预算 环保团体批评外推方案 是多数方案 也是丑税方案 民进党立委 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 中午陆续来到行政院 准备参加十二点半 由院长苏贞昌 主持的行政立法协调汇报 简报三接 与工业港外推 455公尺方案 五十位党籍立委出席 二十位提出建言 党团总召柯建明会后 部出向媒体说明表达支持政院的方案 院长非常诚恳解释 以及各部会包括王美花部长 解释以后 当然同仁 当然都竟然统一 全场齐心齐力 来好好说明 行政院校三点多举行 记者会正式说明外推方案 强调此案让藻礁保护最大化 供电影响最小化 工业港将离岸一点二公里远 对沿岸影响更轻微 不会破坏藻礁交替 政院表示 政府展现最大诚意 也付出代价 包括增加预算一百五十亿元 三接工气时程 延后两年半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指出 外推等同对藻礁的影响 几乎是到零 而政院发言人罗炳成则 直指公投案不可行 若通过是灾难 如果公投案通过了 那就是一个灾难 这个灾难就是 我们在这里 大概没有要开三街 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那我们整个能源转型 工业务定会大受影响 环团随后也在行政院门口 举行记者会 批评外推方案是多书方案 也是草率方案 方案的内容非常的草率 行政院应该要给台湾人民 复数的一个选项 而不是只有告诉我们 只有外推方案 这个跟我们公投本子 是完全不符合的 珍爱藻礁公投小组批评政院 完全没提替代方案 诚意不足 也忧心该处海向不佳 将影响安全 经济部表示 为牵涉变动的部分 会持续施工 呼吁民众在公投投下不同一票 主打此案过关 对电力供应与能源转型 会有很大伤害 记者们郭俊玲台北报道 一起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自由时报 召集又按引发关注 也重创民进党的形象 身兼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 周五将召集全国地方党部主委 到中央党部开会 检讨入党台黑条款 以及执行事宜 中国时报们关心的是 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 在英国伦敦登场 会议开始之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 举行了双边会谈 双方同意在处理 和中国有关的问题上 加强合作 并且重申维护台海稳定 和和平的重要性 这也是美日高层 近期第三度强调台海和平 联合报我们看到的是 五月三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 香港记者协会公布 最新香港新闻自由指数 新闻从业人员指数 评分创下八年以来的新低 记写指寒蝉效应 影响了言论自由 台铁太鲁格号出轨事故 造成了重大死伤 其中美籍罹难者苏瑞的父母 昨天发表给台铁 以及台湾政府的公开信 强调为了预防日后再有悲剧发生 必须要对台铁的法律责任追究到底 要求承担更大的赔偿义务 促使台铁解决问题 沉痛的诉说者女儿苏瑞来台担任英文老师 却在二十四岁的花样莲华 遇到太鲁格事件 而罹难认为不管多少赔偿金额 都无法弥补失去女儿的伤痛 苏瑞的父母三号在事故发生 鉴满一个月的时机 透过立委帮忙 发表给台铁及台湾政府的公开信 苏瑞的父母特别呼吁台铁应该承担更大的赔偿义务 并且被依法究责 才能促使台铁解决问题 立委要求台铁要改善包括包商管理等的问题 也建议让外部专家组成改善小组 并且引进基层的声音 才能避免改革出现盲点 而苏瑞家属的委任律师则表示 全案刑事部分正有检方调查中 民事部分也持续进行中 记者陈嘉欣 谢正宁 特别报道 移民署宜兰收容所四月份接连 发生了两起冲突事件 其中有二十多名越南籍收容人和介护员 发生了争执闹房 不过所方遭到质疑 在事后没有就办 移民署则是回应 已经依旧规定惩处 并且将五名咒识者喊怂 想进出收容所 除了基本的量体温等措施 还要经过层层门禁把关 负责收容外籍人士的移民署 宜兰收容所 爆出两起争议事件 引发讨论 其中一起一次是和收容人的 保外政策更动有关 因为疫情影响 越南航班有限 很多收容人无法回家 只能待在这里 结果4月26号上午11点多 出现了鼓噪闹房情况 所放到介护区沟通 有将近30位的收容人 从寝室冲出 爆发冲突 被索方拦阻 事后带头 合同署的五个人被喊送 索方人员打开 寝室人门的时候 有发生 里面受收容人 就是要挤出来 要跟索方来沟通 反映情绪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第一时间就为 索方人员所拦阻了 而且这个程序 自始至终 没有离开我们的介护区 都没有离开管制区的铁门 但这一起到房事件的前两天 24号还发生了 穆斯林甘比亚籍男子 因为在设房进行礼拜 结果同事房的越南籍男子 不满声音太吵 断而殴打 针对于特定的宗教 我们有单独的一间借寝 就是可以把特别宗教人 如果愿意的话 住宿在里面 当事人有的也不愿意 进入借寝里面 住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会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伤者事后被送医 后来没有提告 签下和解书收场 但是短短两天之内 发生两起重大事件 也被外界质疑 是否有搓通人的嫌疑 移民署大力澄清 因为疫情的影响 受容人的情绪 确实比较不平稳 会持续的关怀 至于闹房的情况 在当天就立刻报告检方 后续会配合调查 绝对不会互短 据场银签启文 台北一栏报道 报税季开跑 由于国内疫情升温 财政部也首次开放 用手机报税 民众再也不需要读卡机 或者是自然源评证 也不用运出纸本的资料 随时随地都能够报税 民众拿着厚厚的文件 在座位区 等待税务人员的叫号 国税局零贵 报税的第一天 一早就有不少民众前来排队 不用受限假日 也不用人挤人 今年财政部首次开放手机申报 民众只要输入电信业者手机门号 户口名部或行动身份识别三则一 验证后填写基本资料 就能进行缴税 但要注意 手机门号必须是纳税人本人 申办的是月租型门号 认证的过程中 也要把WiFi关掉 使用行动数据 若民众申请延期 分期 现金缴税或新增修改配偶 抚养所得扣除而等 还是得用电脑或现场报税 另外财政部这一回 也把基本生活费 从原本每人十七万五千 变成十八万两千元 调高七千块钱 也推出纾困措施 如果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导致收入减少 纳税人无法再申报期 一次缴清 可以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 根据财政资讯中心的统计 截至五月三号下午五点 全台已经有四十三万六千多户 完成申报 记者我有陈立峰 吴家宝特别报道 故宫过去对入场的民众 除了规定不能够带饮料入场之外 也不能够高声谈笑或者导卧座椅 现在故宫决定要大幅松绑规定 未来将可以携带有盖可选景的容器入场 像是宝特瓶的饮料 或者是保温瓶等等 横跨数千年的文物珍宝 点藏在国立故宫补物院 为了维护展场的整洁和秩序 故宫入场规定相当严谨 像是禁止民众携带食物 液体 瓶罐等进入展场 也要求不可导卧座椅 高声谈笑或者穿着不雅 否则会遭到安管人员提醒 不过管方近日开会决定 大幅松绑规定 民众未来可携带饮料入场 可携带饮料 但前提是有盖可选景的容器 原则上陈列市依然禁止 攜带瓶罐 但陈列市以外的公共空间 未来都会开放 另外穿着不雅难认定 入场规定有争议的文字 都将会一并修改 故宫希望符合新一代民众的需求 也打造更贴近友善的环境 是想要改变形象吧 跟吸引一些平常不会去的人 去看展览这样 我觉得算是蛮合理范围 虽然过去故宫就有饮水区 但也曾经接获有民众反应不方便 在台湾落成将近一甲子的故宫 首次开放允许民众带饮料进场 也是全台湾第一个开放的国立博物馆 相关规定预计五月底完成修正 并且实施 记者朱峰之舞齐称台北报道 上个月宏光科大的研究团队发现通往庐山的台14线 和头85线相道的边坡下方有多处的垃圾瀑布 甚至连更上游的溪谷也有不少垃圾气质 学者担心会对积水区的水源造成严重影响 从空中鸟看边坡下方 大批垃圾就堆在坡坎 一直往山下蔓延 就像在山坡出现瀑布 走近一看更夸张 大批垃圾将树木的根部占据 不仅是一袋一袋的垃圾 就连家具床顶也都有 很难想象这里是台14线 通往庐山的道路边坡 上个月中旬 宏观科大的研究团队 出动空白机进行山林环境的探勘 发现不仅是通往庐山的台14线周围 包括头85线香道边坡的周边 甚至上游的马海浦溪谷沿线的边坡 都是被倾倒的垃圾 由于部分地区边坡陡峭 加上人烟罕至 已经形成垃圾瀑布 当地学者表示 这些地区 位在物色水库上游的积水区 水质可能也受到影响 潘桥表示 上游的塔罗湾溪因为缺水 只剩下小小的水流 水质污染可能更严重 除了汇整器这辆较多的地点 进行坐标定位和环境描述 提供给环保单位加强监控 南多幸福也表示 将加强轻运以及不定时的巡查 金额林健身彭幻群 南多报道 德国检警三号宣布破获全球最大暗网 儿童色情平台之一的南海城 并且逮捕了四名嫌犯 所谓暗网指的是 只能够用特殊软体 特殊授权或者是对电脑做特殊设定 才能够连上的无政府网狱 不容易查气 透过跨国合作 德国警方才能够顺利逮捕到嫌犯 德国法兰克福检察官办公室 与联邦警察三号共同声明 破获拥有超过四十万名成员的 全球最大暗网 儿童色情平台南海城 该平台至少在二零一九年六月 就已经存在 四月中旬突袭德国七处地点 共有四名嫌犯被逮 警方已经要求引渡在巴拉圭的嫌犯 联邦内政部长泽霍夫表示 那些暗中欺负弱小的人将无所遁形 调查工作日以继夜 无论是网路世界还是真实世界 恋童癖借此平台交换 观看儿童色情照片影片 而且全球广传 其中绝大部分是男孩 检察官表示 他们发现这些照片及影片中 最严重的是对儿童的性虐待 此案是由德国警察负责调查 与欧洲刑警组织合作 并跨国与荷兰 瑞典 澳洲 美国和加拿大等令时数个月 共同完成任务 公事新闻黄俊玲编译 俗称美人鱼的海牛 面临到重大的生存危机 美国佛州海域今年初以来 已经有六百多头的海牛死亡 数量多达了以前的三倍 主要的致命原因 是被水面活动的船只撞击 许多海牛身上都有深刻的伤痕 海牛捧着窝具 吃得津津有味 模样可爱极了 佛州坦怕动物园的海牛保育中心 最近送来了二十多只受伤的海牛 有些身上有着一道道 被船只撞击的伤痕 有的则是因为水质污染中毒 搁浅获救 经过保育人员的细心照顾 他们才慢慢恢复活力 动保人员说 海牛是非常温寻的草食性 水中哺乳动物 平常在潜海区域活动 平均每五分钟浮到水面上 呼吸一次 但是因为他们移动的速度缓慢 时速只有八公里 就经常被乘船出海的游客给撞着 结果往往被撞得遍体鳞伤 甚至因此丧命 估计自一月以来 当地已经有六百七十四只海牛死亡 是过去同期的三倍 除了船只撞击 施肥过多的农地遭雨水冲刷后 肥料养分流入海洋 使枣类过度繁殖 形成优氧化的红潮 造成水质污染 抑制海草的生长 导致海牛食物减少 也对他们的生存形成一大威胁 当地甚至有一间废弃的肥料厂 将大量污水排入海洋 引发保育人员的关切 他们也呼吁人们 在享受佛州丰富的水上活动时 最好方满速度 留意是否有海牛出没 为他们留一条生路 公示新闻曾惠敏编译 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南部地区 因为干旱加上了疫情 粮食严重短缺 许多人饿到 只能够吃黏土 世界粮食计划署 呼吁国际社会要伸出援手 小男孩四肢消瘦 肚子围突 手中的铁碗空荡荡 妈妈双脚凹陷 烦恼着下一餐该如何度过 就连牛肢都受到肋骨突起 无法走动 这里是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南部地区 由于长达数年的干旱 粮食短缺 民众饿到吃白色黏土果腹 但几个月过去 情况变得更糟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上周五指出 马达加斯加南部去年九月起 就有一百三十五万人处于饥饿状态 多达八成人口 靠吃蝗虫等维生 这情况在过去四个月 变得更严重 根据统计 当地五岁以下的孩童 营养不良的比率已从百分之九 翻倍成百分之十六点五 最严重的地区营养不良比率 甚至高达百分之二七 也就是说多达四分之一的儿童 生命处于危险中 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原本去年十一十二月是播种季节 因为干旱跟沙尘暴影响几乎没有种子可种植 演变成没有收成的恶性循环 今年粮食产量可能不及过去五年平均收成量的四成 他们正努力筹募七千五百万美元 也呼吁各界采取行动 别让这场人道危机恶化下去 公事新闻旭万林编译 回到国内关心华航诺富特群聚案持续扩大 确诊者攀升到了二十六个人 足迹更是跨越双北 场所寒瓜捷运公车还有抽伤 指挥官陈时中昨天表示 这一波疫情已经在社区感染边缘 五月中旬以前都是警戒期 华航诺富特群聚感染事件 已经牵连六个家庭群聚 累计二十六名确诊个案 疫情已经超越布立桃园医院群聚事件 的二十一名个案 足迹更跨越双北 场所包含捷运公车和超商 指挥官陈时中四号表示 这波疫情已在社区感染边缘 感染科医生指出 从近期疫情看来 台湾的病毒比我们想象的还多一点 一旦出现多点爆发 疫情就难以控制 所幸目前疫情还没跨出家庭 严格上来讲家庭感染就是社区感染的一种 只是他是一个你可以比较容易限制住的社区感染 因为还局限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团体 所以台湾现在是社区感染的第一步 那再来就是要小心一点 不要让他变成一些跟你都不太熟的人都可以被感染 目前华航货机的驾驶有好几位身上都已经出现 IgG抗体阳性 但他目前又没有明显的症状 核酸检验也是阴性的 表示这些驾驶已经在几个月前就发生感染 那既然感染又没有被发现 指挥官陈时钟提醒 这周日就是母亲节 业者跟民众要落实实联制 以力掌握接触者 华航诺富特事件在五月中旬都是警戒期 现在社区确诊者都是第二波的亲密接触者 也就是同住家人 如果出现匡列外确诊 观察期就要延长 记者综合报导 华航诺富特染疫足迹行进台北和新北市 台北市居家隔离人数达到了252人 创下了新高 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宣布 维持去年的秋冬专案 暂时不提升防疫层级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则是宣布防疫升级 未来三个礼拜老人共餐改为外带 原游会禁止贩售饮食 疫情再升温 二号再增加四个本土个案 足迹遍布台北捷运 公车及超商 台北市卫生局已经完成消毒并展开疫调 台北市居家隔离人数达到252人 创下新高 疫情来势汹汹 乔商五月有母亲节 开斋节及台北登节 节日众多 台北市政府防疫是否要全面升级 市府决定维持去年的秋冬专案 暂时不升级 延续去年一直到现在的秋冬专案 那我们严格的监视整个疫情的变化 如果有问题的话 才升高防疫的层级 不可能在前三天跟你所停办 那所以原则上是我们朝着继续举办的方式去准备 但是随时可能跟你停掉 柯文哲强调 目前北市防疫有三阶段 如果有本土感染不明案例 才会启动下一阶段防疫 呼吁市民戴好口罩 室内集会维持十连制 而华航诺富特染疫足迹也行进新北 新北市长侯友宜下令新北防疫升级 未来三周老人共餐改为外带 新北永平国小临近确诊个案造访的餐厅 校方宣布周末停办校径 侯友宜再加码校园防疫 宣布校庆园游会活动 禁止贩售饮食 不管有没有取消 我起码我们一定要做到几点 学校里面在这一段时间 除了要掌控人数以外 所有的园游会有吃的 这个不可以办 新北市防疫升级 除了室内集会采十连制 市外一千人以上必须要报给卫生局 跟消防局核准之外 公车消毒密度也从每四个小时 改为每两个小时消毒一次 防疫旅馆已经全部检视完毕 八大场所严格落实 戴口罩 匡列居家隔离 与自主健康管理对象 都要完整追踪列管 一个都不能疏漏 防毒疑似社区感染扩散 记者林姓陈信龙 台北新北综合报道 针对国内疫情升温 加上五一廉价刚结束 各县市不敢大意升级防疫规格 受机师染疫波及的防疫旅馆 诺富特饭店群聚感染 确诊人数接连增加 目前桃园疫情风险有两个 按一千一百一十二七十多岁老人 曾到五场勒林课程等足迹广泛 隔离匡列对象就超过两百人 桃园市也已经提升社区防疫等级 桃园市长郑文燦要求提高 大众运输消毒密度 卖场戴口罩 全市大型活动管制到五月底 而因疫情扩大 加上台湾几乎是一日生活圈 不只桃园各县市都纷纷升级防疫规格 除此之外台南跟嘉一市也宣布 市场及卖场等场所禁止试吃 店家收到消息后也全力配合 不只国内严加防疫边境更是不容大意 高市府在高雄港及小港机场 各设置疫苗施打站 原本上个月二十九号 两边施打人数加起来才一百二十八人 但随着疫情扩大 三号两边施打人数都破百 特别是第一线工作人员 全都赶紧来施打 国内疫情升温加上廉价刚结束 让各县市都不敢大意 除宣布防疫措施升级夜市或观光景点等人潮聚集地 也看到工作人员高举牌子宣导戴口罩 就怕民众输于防疫成为破口 记者综合报导 而印度疫情持续恶化 目前已经证实有二十多位滞留印度的国人确诊 一名台干病逝 仍有一百五十位台商留在印度 外交部三号紧急开会 评估之后决定占不撤侨 台商侨民如果有包机反国的需求 外交部方面会全力协助 印度疫情持续升高 连续十天的确诊人数都超过三十万人 经济部与外交部陆续证实 已有二十多位滞留印度的国人确诊 一名台干病逝 目前掌握仍有一百五十位台商台干留在印度 外交部我们根据住印度代表处的评估认为 目前还没有要撤侨的必要台商跟侨民如果有安排包机反国的需求 那外交部跟我们驻印度代表处会全力的提供协助 面对印度疫情不断恶化 三号外交部也紧急开会研议 经评估目前没有撤侨的必要 到三号为止 驻印度代表处已协助二十五位侨民转机平安返台 印度梦买台商会长曾晓利指出 撤侨在印度新德里转机风险高 与其撤侨更希望政府给予当地医疗援助 目前印度各城市管制状况不一 约十个省宣布封城或宵禁限制 不少台商采取在家办公 有台商在网络出示一张印度塔纳塔卡帮 围棋十四天的封城通知 除了大众运输与服务业停止外 食物与水的供应正常 商店药局则会在特定时段开放营业 继续合报道 台湾养殖鰻鱼大量外销日本 疫情期间农委会有补助运费 不过业者担心补助即将要结束了 另外台湾加工鰻鱼在日本 也不敌中国低价竞争 为此农委会和业者合作 在国道服务区卖鰻鱼便当 刺激内食 以香甜酱汁烧烤的蒲烧鰻 让人食指大动 为了推广国内鰻鱼 农委会渔业署与业者合作 在国道服务区贩卖鰻鱼便当 刺激国内消费 最主要是因为原本外销日本的 加工鰻鱼 近年来不敌中国以较低价的美中鰻竞争 抢工超市 外销量明显萎缩 不只加工鰻 销日的活鰻也快失去价格优势 业者指出 这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航空运费大涨三倍 外销量一度只剩三分之一 所幸去年鱼月署有补助部分运费 再加上业者自行吸收部分 才让外销量又重新回稳 但很担心运费补助 即将在五月底结束 针对鰻鱼外销量减少 得力拼内销 鰻鱼发展基金会指出 就连国内也有不少加工业者 属于地下工厂形态 让合法业者可说是面临到内忧外患的处境 呼吁政府能要求国内鰻鱼 清除标示保障合法业者的生存 记者们郭俊玲台北报道 最近正是保育类石虎的繁殖剂 苗栗县政府上个月分别在通宵和后龙的浅山地区 接连发现了三只小石虎 不过其中一只一次被割草机的刀片 划伤了脸部 伤重不治 另外两只小石虎 则是被送往南投特生重心 小石虎看起来好可爱 但看到陌生人接近 还是发出威吓 这是这个月21号 在通宵发现的小石虎 而在26号后龙的台一线旁 又有民众通报 发现了两只小石虎 不过其中一只 一次被割草机的刀片划伤 还是救不回来 而幸存了两只小石虎 被送往南投的特生中心 小石虎虽然还没开眼 但是叫声洪亮 苗栗县政府表示 两起通报小石虎的救援 地点都在通宵和后龙一带 这里也是石虎经常出现的 浅山地区 实际也相当近 因为最近正是石虎的繁殖剂 发现了三只小石虎救回了两只 恢复状况良好 苏伊表示 每到繁殖剂 石虎的成熟个体 大多和幼体一起活动 但是这两起的母石虎 都在离开之后 将小石虎独自留在原地 推测可能是受到人为的干扰过大 特殊中心表示 野生动物的右手还是需要妈妈的照顾 人为介入只是最后的选项 而这两起母石虎都没有回来 为了避免流浪犬或是车辆造成伤害 才进一步安置 将等待恢复之后 再评估野方的可能性 在有四位太空人的SpaceX公司太空船兼任号 成功降落在佛州外海 这趟任务长达了一百六十七天 出发时美国总统还是川普 回到地球的时候 美国已经改朝换代 总统变成了拜登 太空舱搭载降落伞 平安降落海上 观看直播的同事 忍不住鼓掌叫好 这是SpaceX公司打造的 天龙太空船兼任号 载着四名太空人 当地时间二号凌晨两点五十六分 成功降落美国佛州外海 墨西哥湾海面 同时这也是美国太空总署NASA 即1968年阿波罗八号以来 再次夜间海上降落 四名太空人 分别是霍普金斯 葛洛佛华克 以及日记太空人野口聪一 他们去年十一月 搭乘兼任号 前往国际太空站 执行长达一百六十七天的 太空任务 创下美国派太空人 出任务的最长记录 出发时美国总统还是川普 回地球时 美国已改朝换代 总统变成拜登 NASA署长也换成拜登任命的 尼尔森 这次是SpaceX的天龙太空船 首度完整执行太空任务 对创办人马斯克来说 这次任务顺利完成 代表NASA与民营航太运输公司的 合作可行 让SpaceX作为NASA的 商业运输伙伴 地位更加确立 公事新闻林笑如便译 您知道SpaceX太空船 再送上去的太空人 都吃什么吗 因为当中有一名 是来自法国的太空人 法国航太研究中心 找来了米其林主厨 亲自制作法式料理 做成了罐头 让他们在外太空 也能够享受到加油 米其林主厨亲自下厨 将新鲜的龙虾切片 再来加入烘干脱水的海带丝 至里脉中 进行搅拌混合 用柠檬皮作为最后的提味 替整道料理画龙点睛 一道料理看似准备摆盘出餐 只见主厨将所有的食材 放入小小的罐头中 准备进行封装 因为这道佳肴 将准备送往外太空 制作太空食物 除了在味道上 必须做出调整外 也要控制食物的含水量 尽可能达到最低 以免在失重的环境下打开 泡泡洒得到处都是造成危险 另外也不能有细小的碎末 像是面包血 食物在分装完成之后 进入灭菌机全面消毒 因为在太空中最忌讳的 就是出现食物中毒的状况 如此高规格制作法式料理 只为了让法国太空人 能在太空中品尝家乡味 2 1 0 mission and lift off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 今年第三度载送太空人 飞龙奋进号在24号抵达国际太空站 其中四名太空人中 有来自法国的太空人佩斯凯 是首位搭乘商业太空船的欧洲人 佩斯凯即将在国际太空站展开一系列任务 对于特别准备的米其林料理 他也迫不及待想要尝试 虽然必须等到特别节日 才能与他人一同享用 但能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下 品尝到来自地球的美味 也是一种小确幸 公司新闻王本编译 我们一起来关心 今天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今天的空气如何呢 来看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继 再会